最近不是你遊行那個月事洗髮嗎 花糟很多 那個按摩 好像好像洗車 超恐懼 真的 阿嬤 阿嬤可以去試試看 整個血液循環感覺用完 看網路上的人做感覺很讚 對 因為我最近也在關注到 我們年輕人之間 有一群人他們就開始封月事洗頭 我也搞不清楚什麼是月事洗頭 所以我就問我先生 我就說我很想去做那個月事洗頭 我先生就表情很古怪的跟我說 月事洗頭都是男生在做的 你去要幹什麼 我說什麼意思 為什麼男生 他說月事洗頭 我們講就是會有一點AA的 有一點澀澀的 那是以前 以前 現在沒有了 他就說怎麼女生 就是最近在封月事洗頭 他說那他是摸哪裡 我就說那我也要問問看 你們以前月事洗頭是摸哪裡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月事洗頭現在花糟很多 我有看過有那個 水連洞就這樣子 沒錯 就這樣子 水療 它有一個管子 然後它就是會這樣前後 你把頭放進去它這樣子 對 然後你頭就會有被淋 被水沖 SPA的感覺 對 真的很像洗車 對 我好想要去試 好想 你試一試告訴我們什麼叫月事 看你們家附近有沒有新開 那個月事洗頭 體驗一下 還滿有趣 因為我也很想去體驗 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它的視覺的效果很驚人 對 真的很驚人 然後它會用各種招這樣 給你尻尻尻 幫你按摩 幫你這樣 你看你的按摩就像揉面糰一樣 這樣正常嗎 很舒服的 聽說很舒服 我看那個網路評價都是 五星好評 天啊 陳醫生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 像是 按面糰 揉面糰的這種按摩 這樣可以嗎 理論上來講的話 很多人就會講說那個氣節 會想要幫你壓掉的一個狀況 但是其實我們不建立針對 比較特殊的地方 像頭部或頸部 你用這麼用力 你如果說背部四肢 那我覺得還OK 因為血管很多在頸部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標潛 我們其實有兩根主要的血管 在這邊供應頭部 80%的血液就在這裡 這個不能隨便亂按到 一按到的話 會影響到整個腦部的循環 整個頭部的循環 背部有20%的循環 是來自於後面的部分 不能隨便亂按 一按的話 會有一些中風的風險 所以頭部的氣節 或頭部的硬塊 是慢慢地 讓你的肌肉不要那麼緊繃 而不是柔開 我看你的手勢非常專業 要不要示範給我們看一下 你會弄嗎 我會 教我們 我們這個是給自己學得起來的嗎 對 我可以 可以跟大家教 沒問題 好 好 好 自己就可以來做 而且是專家叫你做 沒有想到醫生竟然會教柔柔操 對 好棒 對 其實因為我們要做的時候 他現在目前頭是乾的 如果你是剛洗完頭的話 濕濕的可以直接做 但是如果沒有像這麼比較乾的話 就放一點精油在自己的手上 會比較有一些潤滑的作用 所以你就放一些你喜歡的一些精油 剛好可以讓你放鬆的 然後我們把它在 你的手上把它戳開 但是很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在按摩的時候 一定要用手腹的地方去做處理 不可以直接用到我們的指甲的部分 一定是手腹的地方會抓傷口 所以你戳開你的精油的部分 我們從中間的部分 正中間的頭部的地方 我們的擺屑 然後我們就是先把它按住 然後慢慢地做一個 按了一個動作就好了 幫我按一下 然後 轉圈圈 轉圈圈的小小的 大拇指壓住以後轉圈圈 對 然後有一點力道的部分 幫它去做一個 不會 很舒服 然後用你的手腹的部分 像梳子一樣 從前面往後幫它梳 你是說這樣子轉是不是 對 這樣子轉 這樣子轉的部分 幫它做這樣子梳的動作 天啊 我們的模特兒的臉變超緊的 對 順便拉提 對 很棒 這個的話 這是俗稱的叫劈頭 這個部分的話 你是用手腹去做 如果你不要用手腹的話 你用比較粗的那一種梳子 木頭做的也可以 從淺到厚 但不是那一種很密的 就是那個比較粗的 這樣子的話 會有一個比較放鬆的動作 可以出現 好 然後把前面這邊做完之後 順著你的大拇指 就壓在它的耳後面 這個穴位的地方 耳朵的正後方的地方 然後往上按 就是有兩塊骨頭的地方 對 正下方往上按 超舒服的 對 這個會導致我們 就是我剛才講 後面有20%的循環 來自於我們頸部後面 所以我們增加我們後部的一個循環 可以把營養帶到我們的頭皮 讓白頭髮營養生長的情況之下 會變得比較好 讓你整個放鬆的時候 它整個頭皮的硬塊會改善 然後做這個完之後 就是直接按著不要揉 往上提 提一下 按一下 然後再放下來 這個真的是可以來刷人 白打揉揉 再提一下 再放下來就好了 然後手還是放在位置 兩隻手放在在太陽穴的地方 板 然後就兩隻手的部分 就揉我們的太陽穴 這個是增加太陽穴循環的部分 所以這一邊的頭髮 因為很多人都是兩邊的部分 會往後退 所以我們增加這個區域裡面的循環 不要太用力 這樣輕輕地揉就好了 它會做一個改善太陽穴的頭髮 循環的部分 這樣按一按好舒服 好舒服 趕快去幫我們 好 我只有頭頂沒按 對 這個地方很舒服 這個真的手勢 手勢的關係 所以你最好是別人幫你弄 別人幫你弄的那個會比較 對 不要自己做 就是別人幫你這樣做 自己做的話也 我們有一些比較固寬的 剛好自己一個人 沒有關係自己也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可以跟人家 那個叫孫姿啊 兒子女兒啊 對不對 還有老伴啊 我們這個互相弄一下 姊妹啊 對不對 我們去這個公園開槓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只是坐著 我們就來 兩個人互相來弄一下 這樣增淨姊妹的感情 沒錯 最重要是要增 我剛剛講用手腹 因為少數在外面的時候 他們會用這個關節的部分 直接這樣子壓 千萬不要 絕對不可以 或者是用這種方式 骨頭的方法這樣子做 不可以 一律都是手腹 不然會傷害到頭皮 對 你會傷害到頭皮 而且會導致舒服 連這樣子尻都會傷到頭皮 都會傷害到 這只是一個往下的一個循環的 它不尖銳 可是骨頭 碰骨頭 那個中間的頭皮的也會受傷 可是有時候我洗頭也是 妹妹會這樣子 很舒服 舒服 不可以的 不能用到這邊的骨頭 所以你只能用指腹 只能用指腹的部分去做按摩 對 好 你眼睛都亮了 對啊 太棒了 我們的模特兒還可以再戰四級 太棒了 這是我們在這邊工作的福利 來 謝謝 謝謝 輕拍一隻也一起帶走 好舒服 很厲害 對啊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的一個 頭皮的一個放鬆的方法 其實是主要是要你放鬆 不是把它揉開 跟我們的身體的氣節 氣節是不能揉開 頭部的氣節是不要用那種尻的揉開的 對 你如果說你是肩膀的 你是手的 你是大腿的 你是背部的 你要把它揉開的話 那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個力道 但是頭頸部的千萬不能這樣子做 絕對不可以 謝謝 謝謝 學習了 對